有什麼問題 OK 而且呢 當你這樣強制的時候呢 你就會製造出 一個叫做節水的產業 你就會有新的產業 就會有新的工作機會 OK 新加坡就是一個最厲害的國家 這個國家呢 待會再說 現在新加坡叫做New Water 不知道新加坡發明的 不是發明的 事實上是外國人的技術 它把政府拿來包裝 然後去promote 新加坡的水可以回收再利用三次 你們的廁所的水 經過他們的membrane出來呢 它可以把它喝掉 看你敢不敢喝 叫做New Water 它變成新加坡的賣點 這麼小的國家 它可以有這樣的一個vision 台灣呢從來沒有 所以我們的工廠的水的回收的比例呢 比上海跟北京都來得低 為什麼 因為我們到今天為止 所有的節約用水 都僅止於道德勸說 道德勸說是沒有用的 事實上節約用水是會提高工廠的產資 節約用水會製造新的工作機會 我們台大就沒有一個西加交節約用水 因為我們不是在交了 在做節約用水的這個 所謂的相關的 research 那現在幾個嚴重的問題 跟各位很快的跟各位談 台北盆地住了八百萬人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我們淡水河這一條河流 我們的兩百年平日洪水比黃河來得到 我們八百萬人住在這個地方 不鹽水不缺水才怪 而且為什麼 你們我剛剛講 為什麼我們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 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 因為八百萬人住在這個地方 所有的糧食都要從鄉下運過來 所有的廢棄物都要運出去 這都是高碳足跡的 所以八百萬人住在這個地方 鄉下是什麼老人跟小孩 我們台北現在的雲林人 比雲林親的雲林人還多 所以鄉下剩下老人跟小孩 那怎麼辦 然後呢 萬一還有一個更不好的scenario 這張圖也是一個很有趣 這張圖也是台大重災中心 幫我們台北先做的 每一年我們都會算 下了多少雨 我的淹水範圍在哪裡 我們也是根據這個淹水的潛視圖 來做我們的整個房災的預算 所以台北先四年來 幾乎沒有重大淹水 也幾乎沒有任何損失 但是因為運氣好 颱風也真的沒有來 十門水庫 民國五十三年剛剛蓋好的時候 來了一個可樂里颱風 下了多少雨量 一千三百七十五毫米 一三七五 莫拉克下多少 莫拉克下了三千 一三七五的時候呢 十門水庫剛剛蓋好 它的蓄容量多少 三億立方米 三億噸 它的spillway 它的易紅道 排多少水呢 排出了一萬兩千Cms 一萬兩千Cms 一萬兩千Cms 我們沒有蓋過 基隆盒三千五百Cms的時候呢 細紙淹到一樓 那時候基隆盒是三千五百Cms 兩百年元的水 十門水庫可以放出三條和基隆盒的流量 為什麼四門水庫要放出三條基隆盒的流量 因為四門水庫是堆石壩 土石壩 土石壩是不可以overflow 土石壩只要一overflow 這個壩就垮了 一萬兩千Cms 一三七五 現在四門水庫剩下兩億的庫容 少掉一億的庫容 萬一莫拉克的降米 再打個八折下降四門 打個七折下降四門水庫 我們的易紅道 開拍水裡就不夠了 它就會溢 它一overflow 這四門水庫就會垮掉 四門水庫垮掉的話呢 從大溪 山翔 土藏 板橋 到萬華 三重 全部都到台灣海峽去 所以我們面臨的是一個 徹底的毀滅 不是焉址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一個課題 我們以前在學水文的時候 maximum possible flood 最大可能的洪水 我們就隨便算算 可能根本不可能發生 現在maximum possible flood 是可能發生的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講的是 我們現在的學生在做什麼 我現在開始研究拆壩 因為人類蓋水壩 也不過就是這100年的光景 水壩的壽命大概就是頂過100年 所以我們所蓋的水壩 陸陸續續都愚蠻 你怎麼辦 你蓋一座水壩 很容易要拆掉這座水壩 那就很難了 這是一個80的80壩 20米的一個混凝土壩 被尼莎給遇滿了 在3年前跑掉了 尼莎跑掉了 它還是一個混凝土壩 跑到哪裏 跑到榮華壩 榮華壩呢 張老師有機會去看你去過沒有 很漂亮 教授帶你去做藍車下去 很漂亮 這個壩呢 82米高 82米高的高壩 一紅道變成排沙道 變成排沙道 整個水壩漁滿了 這個是四門水壩的最後一道房間 這個水壩垮掉的話呢 下面的羅浮 復興鄉的三個葫蘆就不見了 然後呢 這個是四門水壩的最後一道房間 所以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是 很多淤滿的高壩 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該怎麼辦 所以這是剛剛講莫拉克的 這樣不提了 這個待會再講 昨天居然變成熱門的話題 這次的高平溪 山上有12億立方米能印象 這是去年下來的4億 還有8億的山上沒下來 所以未來南台灣的宿命就是這樣 小林村講過了 高平溪現在淤積 淤沙從六米到六四六米不等 所以今年萬一再下一場大雨 高平溪絕體的機會 非常的高 前兩天 上個禮拜通過一個預算 530億 要把高平溪 要把曾文 南華 烏山頭 山塑水庫的泥沙清走 530億 光不做泥沙清淤 我告訴各位 泥沙清淤是不可能的 清到哪裡去 要丟到哪裡去 所以今年 大家都想說 碰到問題去清淤 清不了的 假如真的要清的話呢 大安潭台灣 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時 每一天在路上說是殺死車 大家也不要活了 全部是殺死車 所以清淤是不可能的 曾文水庫 光它很嚴重 曾文水庫 它的崩塌 比斯門水庫嚴重 因為它的地質狀態 比斯門水庫差 這是漂流墨 這不是泥沙 是漂流墨 為什麼沒有清 因為泥沫局還沒有去把它清查清楚 泥沫局沒有清查清楚以前 這些東西是不能移走的 是會被抓去關的 崩塌地 現在最嚴重 曾文水庫在去年 一個颱風進來 九千萬立方米 九千萬立方米 清掉一立方米 假如你有辦法清的話 挖起來 送走 一千塊新台幣 一千塊新台幣 而且假設你還有地方丟 九千萬立方米是沒有地方丟的 除非你要去填海造路 官方沒地方丟 現在曾文水庫跟石門水庫 我最大的困擾是 石門水庫 我們對它撩如指掌 曾文水庫 完全沒有資料 完全沒有資料 所以我跟院長也好 總統也好 報告就是說 石門水庫 我可以幫你把脈 我可以給你開藥方 曾文水庫 我是真的愛摸得住 因為我根本資料不夠 我沒有辦法讓你提供 有效的一個決策的依據 所以現在我的學生在研究說 這麼少的資料 你怎麼辦 如何在這麼少的資料裡面 你還是一樣可以做出一個 合理的決策 然後下一步是 趕快告訴水域署 如何在最短的時間 把它給做出來 石門水庫 所有的藍沙壩 全部癒滿了 清癒 事實上水域署過去 每一年花盡吃奶的力量 大概一年可以清五十萬噸 剛剛講了石門水庫 一年的入沙箱是五千萬噸 曾文水庫去年的入沙箱是九千萬噸 他還花盡吃奶的力量 自然清掉五十萬噸 五十萬對九千萬 南台灣就是五十萬對四億 五十萬 當他在挖五十萬的時候 南台灣的路上 每三分鐘就有一輛沙箱 他就花五十萬 所以清癒是不可能 絕對不可行 我已經講了一百遍 當著總統面講 院長面講 也都講了好幾遍 結果一樣五百三十一的余生就通過了 通過叫他們去挖泥沙 水利署也不敢講 現在署長也不敢講 跟院長包括說這計畫不能執行 五百三十一就通過了 這通過下去以後 未來怎麼執行 你們就不知道了 但是泥沙輕易 各位同學記得 一點用都沒有 然後呢 資料不夠 資料不夠 完全沒有資料 完全沒有資料 所以治水的問題 不在工程技術 在國土規劃 很遺憾也沒有國土規劃 國土規劃是什麼 是一個價值觀 實際上台灣最嚴重的問題是 我們法令也不夠